這邊來示範一下基岸數分偶含數的一個應用 就是如果我用基岸數分偶含數來處理那個複利液激素的話 會快很多的一個示範 這邊我看一下我的問題是什麼 畫圖來說明一下我的問題 我是一個周其為二拍的問題 然後我的函數它是一個基函數的不同狀況 函數本身是一個反對稱的一個基函數 它的周其是二拍 所以這個位置是負拍的位置 這邊是正拍的位置 然後這樣的圖要往旁邊再畫一遍 再往旁邊畫一遍大概畫一下 所以這邊應該是二拍 這邊應該是三拍的位置 我要求它的複利液激素 走起二拍的狀況下 它的複利液激素是什麼 如果我不考慮什麼對稱反對稱 就是既然是我玩數的特性 不考慮它的話 我會花兩個以上的時間 在算它的複利液激素 我算給你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知道說 複利液激素的公式 這我有證明過 它是二分之一的A0 這我有證明過 加上一堆的相加 n從1加到無限大 相加的內容是 an乘上cos的nx 再加上bn乘上sin的nx 好 然後 我現在先不要用 所謂的激因素我玩數的特性 來算下 a0 anbn 好 a0的公式是 1π分之1 然後 -π到π的integration 好 激因的函數是 f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好 不用去考慮什麼 激因素我玩數的話 那怎麼算a0呢 就要把它分成 -π到0的範圍內 它的函數值是 -a 然後0到π的範圍內 函數值是a 就分成兩段來算它 分兩段來算它 1π分之1乘上 有一段是-π到0的範圍內 函數f有變化 還有一段是0到π的範圍內 函數f有變化 然後 然後 就要把那個 -π到0的範圍內 函數f的變化 帶到裡面來 -a 在-π到0的範圍內 函數值是-a 在0到π的範圍內 函數值是-a 好 所以這個又可以整理成 1π分之1等 -a x 然後x要帶-π的下線 跟0的上線 加上a x x要帶-0 -π的下線跟上線 好 所以這個就π分之1 這個0帶進來 0 -0 減掉一個負的變正 正等 a乘上-π 好 後面這個也要帶上下線 上線帶進來 a乘上-π 減掉下線 0帶進來 看好比喬掉了 所以變成0 好 這是所謂的那個 一步一步 規規矩矩的往下算的一個概念 好 可是事實上我可以用那個 既然數丸數的特性來算它 好 怎麼用既然數丸數的特性來算它呢 同樣的算法 再用一次 好 π分之1 -π -π 我們前面的單位有說 你可以去判斷一下 你原來的問題跟 既然數有關 還是跟寶然數有關 這一次我看到的是 反對稱的問題 這是一個既然數的問題 好 既然數做對稱區域的積分 它的積分值 就是一個正面積跟負的面積相加的問題 那就會抵消掉啊 抵消掉之後就是0 我用判斷的 根本不用算 就算出來0的結論了 他說我用算的 有可能這地方還會有那個 不小心正部話弄天倒 最後變成這個是2A拍 然後拍消掉留下A 這留下2A 這有些人 算這邊變成2A 因為他話弄錯了 一步一步往下算 老老實實的往下算 反而容易算錯 但是你又用觀念來判斷它 一下就判斷完了 而且不會錯 我們還是應該要建議大家 能夠多有一點 那個既然數完數的觀念 這樣的話 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答案 這是A0 再算一下AN的部分 公式告訴我說 它是π分之一 -π到π的integration 然後函數F乘上cosnx 是我要面對的函數 好 那我現在又要分成兩段 如果我要老老實實算它的話 好 π分之一乘上 有一段是 是負π到π的變化 好 那有一段是 0到π的變化 好 很辛苦 如果要真的一步一步算的話 很辛苦啊 那個F是多少 在負π到0的範圍內 負π到0的範圍內 負π到0的範圍內 負A 好 在0到π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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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是A 好 所以 這又可以整理成 我把A 提到外面來好了 π分之A 好 然後 有負號啊 這個地項有負號 負的 負π到0的基分 基本來的數是cosnx 好 後面這個A 提到外面來的 所以 0到π的 integration cosnx dx 雖然 基本的數不是很難 但是 不太容易 以下就算出答案來了 而且有可能還是會犯錯 好 地下來說 基本分之後 負的n分之sin nx 好 n代負π x代負π 後面這項的話 是 n分之sin nx x x 要帶0 x 要帶π 好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x代0的話 sin0是0 x代負π的話 那負nπ也是0 整數π都是0 n代1 因為我們的問題 這個n n的變化是1 2、3、4 這樣一個自然數的變化 所以n代1、2、3、4 這樣的情況下sin x代負π 是0 好 所以 這樣算了之後 判斷一下 那個sin還數值的狀況 知道它是0 可是 如果你用判斷的 用基因素玩數的概念來判斷它的話 會更快 看一下 an的話 剛剛說的 π分之一 乘上 負π到π的 integration 然後 基本的數是 f 再乘上 cos的n x x f 本身是一個 積函數 cos 是一個 我彎數 積函數跟 我彎數相乘 它是一個 積函數 類似剛剛的狀況 既然數做對稱的區域的積分的話 積分只是可以當作 用判斷 用判斷的方式 當作0 因為既然數的狀況就是 有負的面積會跟正的面積 比削掉的情況 我用判斷的 算完了 一下就算完了 如果你要用剛剛的公式 慢慢往下推 那就很辛苦 好 那確實沒有錯啦 如果你要算πn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用判斷 但是 至少我可以 稍微輕鬆一點點 怎麼輕鬆一點點 我解釋一下 bn的話是 負π到π等 integration f乘上cos sin sin 因為是兩個積函數相乘 f是一個積函數 sin也是一個積函數 兩個積函數相乘 是一個偶函數 偶函數做對稱區域的基本 我可以把積分的範圍改成一半就好了 本來是負π到π 改成0到π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拆兩段 有兩個積分要處理 很辛苦 我現在用偶環數的特性 只是最後要把它面積再還原回來 乘上2就還原回來了 這樣的話比較快 在0到π的範圍內 f是多少 a 我就要算a乘上sin nx 這樣問題的積分值是多少 這樣就好了 這樣快很多 這樣真的會快滿多的 好 π分之2a 好 積完分的話 sin 凡數變成-n分之cosnx 好 x要帶0 x要帶π 好 好 然後把這個再整理一下 好 bn的話 負的nπ分之2a 把所有的常數都搬到外面來 負 n搬到外面來 負號也搬到外面來 剩下的部分就是cosnπ 減掉cos0 好 我再把那個cos0當作1 還可以改成-1的n次方 不改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改一下 比較簡單的寫法 比較好看 所以這個bn的話 就是 我再把負號移到裡面來 nπ分之2a 乘上1 減掉-1的n次方 好 我很容易 用既然做完數的特性 就算是我要的答案來 當然還是要注意一下 他最後答案的寫法是什麼 好 我們答案的寫法 要這樣寫 f的話 因為a0是0 am也是0不寫 好 這寫bn的部分 好 相加 相加的狀況是bn bn nπ分之2a 乘上1 減掉負率的n次方 這叫bn bn要乘上sin nx 好 這是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就是解釋一下說 那個既然做完數的想法 是很重要的 能夠讓你的計算流程 大概至少 省一半以上的時間 是不是快很多 好